胡歌带钟汉两眼《帝王夜》,张子怡点张欣宇《娘女二和饭》也过不去,胡歌的电视剧几乎步步都能引发超高话题。 去年两部狼牙榜,伪装者刷新了胡歌在演艺界的高度,虽说胡歌是去国外学习了,但经常会看到他的新闻,并且在今年的11月,胡歌将进入到剧组和张子怡合作一部电视剧《帝王夜》, 说到张子怡,演电影甚过演电视剧《卧虎藏龙》、《红高亮》等影片,可以说是走上了国际舞台,在电影界取得了如此荣誉,却从未见张子怡演过电视剧,张子怡的演技可以算得上一流了,早些年为了演好角色刚拿命去拼,所以才换来了今天的成就。 张子怡的首次电视处女秀,竟是搭档胡歌,看来胡歌完全属于一流演员,不过有网友说,张子怡的气场太强了,胡歌跟他搭戏怕会气场不足,不过小编觉得胡歌是一个拿灵魂在演戏的演员, 这一次对于他来说是一次挑战,不过这部剧的男主角本来是定的钟翰良,但是因为和钟翰良的合作没有谈成,就换成了胡歌,据说这部剧11月开机,拍摄周期为180天, 更有话题性的在于,本部剧的女二号,是由李晨非常出名的前女友张新宇出演,张新宇这几年的确很低产,为何能演这部剧,和张子怡,胡歌进同一个剧组,显然是有原因的,张新宇的出演是由张子怡亲点的,之前有传言称,范冰冰一度打压过张新宇,张子怡冒这么大风险, 岂不是得罪了范冰冰,想必这背后另有深意,早些年张子怡和范冰冰合作过非常完美,有传言称在许多场合,范冰冰抢了张子怡风头,引发张子怡的不满,在有网友评论范冰冰演技不行,只是时尚赶强的时候,张子怡就这条微博可是点过赞的,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, 他用张新宇作为女二号也是有原因的,不过有网友说,希望不要因为张新宇的参演毁了胡歌的剧,有微博爆料还称,帝王爷更名为帝王爷,还未开播就引来这么高的关注,看来胡歌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。 谢谢大家